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功的层次分初学套路 形架 恶形架 功夫架四种套路 可谓环环相扣 阶层递进 每种套路以立元为主 太极本是个元 不是平元 而是一个立体元 四面八方都是元 护雷架在转圈画园当中 手 伸腿一起转立元缠丝 形成浑身上下 无处不太急 由于上下转立元 周身上下容易拉活 力气由督脉上 人脉下 形成大小周天 每招每适都是从积极实战中的动作 提炼出来的精华组成 每招每适 路短尽快 发尽是在周身一起转圈的过程中 陡然翠发 形成周身一体 尽快而猛烈 恰似汗天炸雷 送绰号为呼雷架 该架虚实转换明显 如在上动中转的整体正转进 而下动就变成倒转整体进 手 伸腿一起转动 正是全疏所云 一阴一阳为之道也 此架路内气转换迅速 前转力强 因而有人每称为呼雷架 有忽然灵动之意 上下起伏大 活步装功多 周身上下容易拉活 形气沉气非常之好 也有人称之为呼雷架 此架路在练功过程中需逐步加圈 形成大圈带小圈 小圈领大圈 也称隐大圈 内圈促外圈 浑身军式圈 移动一个小圈 由于内气转换迅速 移动转一个小圈时 周身一个鸽颠 形成了鸽颠弓 人们又送美名约 割颠架 该架另一个特点是 步法灵活多变 除进退左右定步外 还有促步 碾步 跌步 滑步 搓脚等 素有拨脚之声 架势成内方外圆 紧奏而开展 略高而起伏 朝朝急速灵活 可柔可刚 以柔促刚 丝丝入扣 击骨斗损 步随伸转 手领脚动 手出步进 进退一体 无论是以手领身 还是以身领手 手腿心身合一 胎如弓 合内扣 内外统一 手转腿随 足动手领 出招动步 封 逼 套 插 关 扫 滑 搓 连绵不断 步平之略 行似罪 落之如入地生根 动如拨刀起伏 手伸腿一起缠丝 由远走方 由方归远 卷放开阁 以走圈不见圈为上乘 练习中 一动摆动 浑身颤动 身法中正而能静 落地装布 屹立而能定 此架被当地誉为 武术之瑰宝 太极之精华 尽管护了一架 十五个层次 十五种功法 但它仍可以按三个阶段 进行修炼 第一阶段 主讲柔火 周身放松 输筋拔骨 架势大而柔软 在将招式技术的基础上 要求做到走圈到位 尤其是对手 走肩的要求 手到什么部位 走沉到什么部位 如何松肩 总之 要求把整个架路走活 使身体的各个部位 转动拉活 第二阶段 行走内气 主修内圈 所谓内圈 指体内直圈 丹田怎样转动 当怎样蓄灵转活等 行走内气 必须是在周身松活 骨节松动的条件下进行 通过修炼 使体内有气感 在随着周身上下的转动 而上下转动 功至一定度时 呼吸与动作自然能配合 不可做作 使内气 从永泉起 到丹田 搭烧节 合适时 归丹田 通于腿脚而入地 在这个阶段 要求驾驶扑低 走低架工 重新收起 练起伏架工 扑高呼低 蒙起猛落 在城市时 腰当猛转 守城市要快 达到肌内速患 第三阶段 为大功阶段 驾驶由圆归方 走练方架工 再由方归圆 走虚灵工 并且逐步加小圈 达到小圈 转观直射 闪战腾挪 浑身颤抖 进发而翠 小圈抖动 城市脆发 起落闪战 腾挪弹抖 脚下扫套插弹 驾驶生风而猛烈 有行抗五月 施压三风之感 此阶段非大智苦其筋骨者 难以告成 在此大功以后 仍要在意识条件下 修炼皮肤工 以达到 围影不能落 手指不敢触 此阶段快絮快发 一触即发 周身崩满 内外统一俱备 周身处处是太极 浑身上下 无不阴阳 处处柔 处处刚 尘是太极拳 呼雷架 是太极拳中的奇葩 是中华武术中之瑰宝 因老一辈保守 被人们显文显见 只在陈家沟 王阁荡村 极少数人家传密恋 他不仅出功快 而且在剑尸方面 因功法不同 也有达到的功效 此下分高中低三种 老年人可以学高身法驾路 由于他圈多 手腿抬起 旗转圈 活动骨节 顾对防止关节炎 肩周炎 老年人的腿脚不灵 腰肌僵硬 都有极好的收效 由于他活步装功多 形气沉气快 对恢复体力 治疗神经性头痛 血压高 都有极好的效果 装身多 喜福多 力从永全起 上行周身到末节 周身容易拉活 内气上下 左右转换 使身体内部器官 形成自我按摩 对气管炎 肠胃病等 都有独特的疗效 由于架势左右 动作多 虚实明显 而使腰脊为轴 使两身上下左右 旋转运动 非常好 肾买脏腑之手 肾虚则病生 肾强则体健 练呼雷架 不仅增健肾脏 对于长期无力 困乏揽动 肩神不振 都非常有效 陈庆雷先生 1950年 出生于温县 陈家沟 王哥的 是陈氏太极拳 呼雷架 第四代正宗传人 自1994年 中国温县 国际太极拳年会上 呼雷架 获金杯奖 开始在市 省 全国 国际 大型武术比赛中 多次获第一名 于1980年 传权授益以来 培养出了 数以万计的学生 其学生足迹 遍及美国 新加坡 台湾 香港等 世界各地 女儿陈敏 被台湾高雄市 武术馆 定为 太极拳 总教练 对中国传统文化 颇有研究 发表了 全游 新内打 出手 不由己 太极 推手之我 剑等 几十篇论文 初学套路 护雷架 是从简到繁 小桥紧凑 逐步加圈 形成了大圈 带小圈 内圈 粗外圈的 一系列循环运转 因而 必须有一个基础套路 也就是初学套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 统统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统统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统统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统统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过加圈后的练习 要达到 缺要圆活 尽要松活 西要顺活 使内气通畅 打雨稍结 在统统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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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统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统统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是练转幻 练灵阶 要达到 速动,速变,速发 因为功夫架比较费力 老前辈在统宫中 往往是一段一段统 或者是几招几招统 功夫家旁旅脊按动作较多 并且只可旁旅脊按动作都小当快 所以要注意和脚的搓脚的配合 下面我就演示一下 这是小右铝 但 栽树下面左铝 旁 所以它练起来比较费力 只有在行驾 烈火烈顺的基础上 要达到圈 要圆火 静 要松火 这样才能达到整体的管动 功夫家和静家有时候可以参合在一起练 在静家中可以带功夫家的动作 功夫家中也可以带静家的动作 因为静家和功夫家都比较费力 因而老一位在练功夫在练功夫家中 往往一段一段练 几招几招练 或者是单招单练 希望学学同志 应注意这方面的训练 现在我们进行功夫家 我们进行功夫家操作训练 功夫家也叫产家 它主要是在静 打顺打活的基础上 我们进行功夫家的训练 要达到转发要快 变化要快 在这个功夫家中 弹走劲较多 方向也比较多 现在我把这个功夫家套入也列一遍 我把这个功夫家套进行功夫家 我把这个功夫家套进行功夫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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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